咱们音乐生在出国留学之前总是充满了期待 真正到国外才深有感触这里面的坑也不少 今天就来听听咱们音乐留学生的前辈是怎么吐槽的 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啊 第一,出国学音乐没有天赋的鸟能熬 有天赋呢,再缺钱也会很有钱 有天赋的学生你会有更多的机会啊 有更多的奖学金,有接不完的活儿 但也别着急,咱们资质平平的同学呢 就是一个熬字 咱们的青春都要奉献给教室,奉献给学业 第二,如果说你很热爱,很喜欢,很享受音乐 不要care别人怎么说 热爱咱们就要来追求 所以啊,出国学音乐的同学没有一个后悔的 要后悔呢,就是后悔自己来晚了 第三,出国后你会发现天赋和潜力真的很重要 所以啊,自认为自己很有天赋和潜力的同学 请放马过来 第四,学音乐真的好花钱 所以我送出去的同学啊,都特别感谢我 给他们申请了高额的奖学金 帮助他们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他们出国后发现音乐真的很烧钱的 所以我的同学没有说花全额学费去读书的 你到了国外才有深切的体感 第五,原来音乐学成归来啊 还是要和熊孩子斗智斗勇 所以啊,我的学生学成归来 不是在音乐学院当老师 就是在综合大学的音乐系当老师 要么就是在家里等着给熊孩子们上课 音乐留学后来找工作,肯定不愁 这些音乐留学前辈的肺腑之言能帮到你吗